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30号 星期一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是这样的 这个几天前出了个外伤 打算去医院进行一下处理 然后想去的是之前经常去的 ACE 一个是离我们比较近 二一个因为平常老去 对那边也比较熟悉 流程上比较熟悉 正在路上 碰到一个菲律宾熟人 寒暄两句 问干嘛去 就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他还简单看了一下伤口 他跟我说 你去什么ACE私立 你到那去两三千匹 他说你去咱们省里的公立医院 去那是免费的 我也想也不是不可以 对吧 那么你说 虽然我怀疑菲律宾的公立医院 看病的水平比较差 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外伤 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 但是始终 虽然我说觉得处理伤可以 但是我其实一直心里有一忐忑的事是什么 就是外国人到底能不能在菲律宾免费医疗 他说他这个免费医疗 我想肯定是菲律宾人没问题 但是是外国人有没有问题 因为在国内 至少在北京 像我有一些外国的同事 如果得病什么的 都是去协和看病 那么协和都要挂特需门诊 因为他是外国人 一般是门诊 这就是我记得是500块钱 虽然说菲律宾的公立医院是免费医疗 但对外国人是不是免费医疗 我还真不知道 那朋友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想想算了 反正医院跟NCE离的不远 我就先去公立的 万一免费 那就省一笔钱 然后要是不免费 我再折回来到这儿来 也是一样的 就去了内克罗斯的省医院 结果到那去 发现 挂号还真没要钱 就要了六笔锁 这六笔锁 还是买一个档案袋 方便利用的 这还挺不错的 给我发一个号 98号 因为这个区的 稍有点晚 9点多去的 98号 我呢就在大厅里都等 看了看这周边的环境吧 虽然没有私立医院那么好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差 该有的那也都有 空调啊电扇啊 电子号牌什么的都有啊 也还行 反正等的时间呢 挺长的 我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等不住了 我就在里边了 溜达溜达啊 结果发现 这个菲律宾的公立医院 跟咱国内医院 有一个比较像的特点 什么呢 每个真实的门口啊 都拘着那么几个人 都在等待这个里边叫号 当然咱国内可能是叫名字 这儿是叫号 而且还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什么呢 你能明显看得出来 这些在公立医院啊 看病的菲律宾人啊 都不是有钱人 都是底层的穷人 我在真实门口啊 也那儿等了一会儿 结果就发现 这些人啊 都不怎么会说英语 因为比较 因为是底层嘛 可能这个教育程度也不高 英语水平也不好 那有几个呢 看见外国人也挺新鲜的 想跟我说两句 憋半天 就憋说一哈喽了 什么也没说出来 但是说实话 这个真的是慢 后来都快到中午了 有些菲律宾人啊 挺热心的 看我呀 还甚些呢 就把他的号给我了 说那你就在前面吧 我不着急 我可以往后 我就把98号给他 他把他那71号就给我了 那我呢 就 这一提前几个 但是呢 没有呢 这提前也没多少 下午4点吧 才看上 才看上 大夫倒是不错 然后那也都是他一个人吧 全部经手治疗 什么上药啊 打针啊 包扎啊 全他干的 哎 到底免不免费呢 免费 真的是全免 不仅是这个 大夫的诊费 没收我的 我以为这个 打这个护生锋针呢 打这个硝烟针呢 他的硝烟针也挺逗的 打在伤口边上啊 真是疼上家疼 当时 哎 这些针费 他也没收我的 这事倒是令我挺 觉得新鲜的 全没收 挺好 挺好 反正呢 真的这一趟去呢 真是一分钱没花 一共呢 就花了六笔锁啊 六笔锁 关于这个 整个的这个流程 后来回呢 回来呢 也跟一些朋友聊聊天 也也说了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事吧 其实呢 还有一个东西 也是免费的 什么呢 就是外国人的小孩 在菲律宾啊 打这个疫苗也是免费的 不管你是不是 出生在菲律宾的 你只要这个小孩 在失灵阶段啊 需要打预防针 在菲律宾的这边的 基础的一些 健康诊所吧 健康就是 健康诊所吧 就是用BRAGA呀 到那去免费打这些针啊 如果你打的这个疫苗呢 是菲律宾这个医疗机构 不免费提供的 那你就预约交钱去打 就OK了啊 那么一到十九岁呢 还可以在这边呢 免费吃蛆虫啊 你是不是生在这边 国籍菲律宾人 还是外国人 都无所谓啊 免费吃蛆虫 这也是挺好的 当然有朋友说说 那你说这些菲律宾人 图什么呢 其实我也挺怀 挺 我这里面一直有一个疑惑 你说为什么 外国人他到这儿 他也打嘛 而且这个大夫呢 比招待我啊 我觉得 因为那个里面 还坐着一些 其他的菲律宾病人嘛 招待我呢 我就觉得比这个 当地人要更热情一点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你说是不是因为 他招待一个外国人 或者招待一个 反正多看一个病人 他能多拿一份提成 我但是 这真的很不好说 就是他这里面 有什么一个流程啊 这个他们内部流程 也不知道 但是就真是觉得 这事吧 挺有意思的 就没想到我一个老外 在这边还能享受一下 他的免费医疗 挺让我吃惊的 因为我也在这边 没交医保 对吧 所以他还是能让我干这个 当时没想通 得 就是大家分享一下这事吧 明天再继续扯淡飞兵的事